我看到报纸都登了 中原中国裁员 7000人 就是两三成的裁员 你解释一下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 应该建了顶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做一手楼一定生意少些 他都不起不起又怎么用你卖 没那么多楼你卖 你没有楼卖 你请这么多人都没用 现在不是又研究房产税 其实好像一线城市一定会推 这个不是一个大炸弹吗 其实很多人都不清楚 什么叫房产税 现在大陆要收的房产税 好 回到来是C对话的最后一集 part 2 再次欢迎你施老板 是 大家好 OK 我上集的第一条问题 也是想问一下你 你不做的原因 听说就是大陆很不行 另外一个很热的主题就是 我看到报纸都登了 中原中国裁员7000人 就是两三成的裁员 你解释一下 有一定的规模的减缩 这个就是和政府的政策 和发展商的状况是很有关系的 政府就不想这么多资源流入房地产 在一手市场那些开发商又遇到财政问题 所以他们每年的开工量就跌了很多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应该建了顶的了 因为现在建出来的楼很多都没有人用 很多都空置 所以政府就不想太多的钱流入房地产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做一手楼一定生意少些 他都不起 不起又怎么用你卖 没有那么多楼你卖 你没有楼卖你请这么多人都没用的 所以一手市场是交投少了 由于发展商没有那么多的项目去开发 那我们没理由 我们的上游才要有人建房 才轮到我卖楼的 上游都不投了 或者投少了 那我们当然也都要减少一些 负责卖楼的人员 这个是一手市场 二手市场呢 比一手市场遇到的问题更加大 因为二手市场呢 政府觉得就没有一手 那么关键的 因为一手呢 如果政府卖 就是发展商卖不了楼呢 他钱都收不回 那他收不回钱呢 就没得还银行的债 因为在内地建房子 到香港也是一样的 通常都会借那些建筑 就是建筑费都会借的嘛 那么你 各个发展商 他的项目都拿了去当的 都是有借钱的 那他卖不出 没有钱还呢 会影响金融市场 影响银行的稳定性的 所以大陆政府呢 就对一手市场那些买家的做按揭呢 都还是没有怎么去压制的 就是你买 你借钱买新楼是容易一些的 借钱买二手楼呢 有些城市就觉得二手楼升得太多 所以就不让发展商借太多钱的 有些地方甚至不借 那钱都借不了了 那买家怎么买楼呢 因为一般人买楼 都要靠银行按揭的嘛 所以现在呢 就是整个二手市场 很多城市之前 价钱升得多的城市 都是买不到楼 那买家都买不到楼 经纪做都没得做的啦 所以就我们的规模呢 都减少了的 高峰期我们在内地 都整五六万人的 现在剩下差不多两三万而已 当然这个不只是今年出现 早两年都有出现的了 那就是那个规模呢 一直在调整的 我想问一下那大陆楼的楼价 就是我们是最关心的 就是一手二手都会冰空冰河 现在呢 其实大陆都知道楼市 可能对经济啊 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啊 影响重大的 所以已经是 背负对那些新项目的贷款了 之前有所谓三条红线 现在在执行起上来都会灵活很多 就是说你有新款 买了新的地要开发 政府都还是可以借新的开发贷款给你的 那之前就说你整间公司如果就是借钱超过资产的百分之一百呢 就不准再借的了 那现在呢就分开来计 新项目就可以继续借给你了 那令到发展商是多了一个机会拿到钱的 那跌了呢 地产商都要松了一口气的了 但是应该没那么辛苦 还有现在政府的目标都不同了 一些升得高的城市呢 他就会限价 就是限他不要升那么多 一些跌了多的城市 他现在反过来要找楼价 不让他跌太多了 那变了就 就是发展商受的压力少了 市场也受的压力少了 有一些地方已经 市场也开始回暖一些了 就是变了气氛略有好转 虽然反弹不算很明显 但是有些地方也开始有反弹 明白但是现在不是又研究房产税的 其实好像就是一线城市一定会推 这个不是一个大炸弹吗 房产税 其实很多人都不清楚什么叫房产税 现在他都没有全面征收的 其实和房地产有关的税呢 就一直都有收的 你收租 香港叫做物业税 总之你的租无收入要交税 这个很正常的 大家都知道去到世界各地都要交的了 第二个就是交易的时候要付的税 交易的时候要付什么税呢 一个就是香港叫做stamp duty 就是印花税 大陆就要契税 你把契要减交 你就要付一定的契税 那这些是交易税 第三种就是增值税 就是你交易的时候 如果这个价钱给你买回来 升了很多呢 政府就要抽你这个价 就是价钱上升的税 叫增值税 香港就没有增值税 那现在大陆要收的房产税是什么呢 就不是收租的税 不是赚价的税 也都不是交易的税 而是一种持有资产的税 你拥有资产就要收你的了 不管你出租自住都说想收 这样就是很大批人都会成为要交税的了 就是你有房子就要交你的身份 你有业主的身份就要交 那这个就是影响面是很大的 那所以一路咨询 施行了五年都未曾推 原因就是大陆不同香港 香港你有房子通常都有这么多钱 是富裕阶层 内地很多人都有房子 内地的城市有整 就是七八成的人都有自治居所的 那些所谓七八成是只有户口那些 有户籍那些 就不是说那些农民工 周围出来找机会那些人 你要在那里的城市接受你有户籍 就是这批人呢 有整七八成都有房子的 那他们的房子就有些不是自己买回来的 因为大陆以前由那些单位 有些福利房给他们的 就是宿舍 那这些宿舍呢 在房子呢 在房改的时候呢 就是由单位 半买半送 把这个业拳转了来的 就是很多人呢 是打工有个宿舍 就给了他 那所以呢 其实他自己不是很多钱的 如果这些人都要抽税呢 哇 很多人本身他不是很有钱呢 都是刚刚够两餐而已 你还要他交房产税呢 他们就未必交得起的 所以民间有一定的反对的声音 那我估计怎么收法呢 未必是有房子就要收的了 现在上海的做法呢 就是之前上海市的做法呢 就是你买第二套房子 他才收 如果你自住的就未必收你 另外呢 你没有户籍 你没有上海户口的外面来 你也有钱买房子呢 他就收你 那在重庆呢 就只是对那些担动的那些别墅 就是独立屋 他才收 对豪宅才收 所以就普通人 以以前的倾向呢 应该都未必过过收的 那现在收开多少呢 就是收零点 应该是3个 0.3%到1%左右 大部分情况不够1%的 那所以 未必是个个都要交 如果说以前 就是重庆上海呢 收这些都对楼市没什么影响 差不多收了五年了 过去那段时间 重庆上海的房子都是继续上升的 没有受房产性影响太大 嗯 其实有点像是猜向 猜向 猜向都是你有楼不出租 你都要交税的了 猜向有少少不同 我刚才说的 持有资产税 猜向是使用一间楼的税 因为猜向不用业主交的 原本是猜向就是猜人的粮向 就是猜人要出粮 你在我这里住 我要派人维持治安 以前还有市政局 帮你倒垃圾 帮你整个篮球场 那这些是亿利的嘛 那你就要 如果你在这里用一些房子 你就要给猜向 那猜向现在是收多少呢 收0.5 不是 应该说收5%of ratable value ratable value就是 那个叫做 猜向估值 或者等于租金的估值 去估计你层楼收多少租 那一般的租金 都是3%左右 如果他猜向收5% 那么3%乘5%等于0.15% 所以香港是收很少的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猜向是很多的 不过现在香港猜向热主有些包卖 所以叫做全包卖 因为视乎那个租约怎么写 但是你要交猜向 你不用是热主的 你填章猜向单外改地之以后 你跟我收 那猜向物业股价处 就跟你收了 不是房产税 他不用持有 他都要交的 他在那里用层楼就要交税 OK 那但是如果是按层楼的估值 比如1% 很多楼不是100万 就是深圳楼是1000万 如果1%等于香港的猜向社 很多倍的了 是的 所以就收1%对大陆也很多 大陆收租回报率都是只有1%左右 那我交了给你 就是买楼收租只有1% 收到也不够 给政府给房产税 谁买楼收租 那楼就没有投资价值 一个政府不会这么傻 搞到自己的楼没有投资价值吧 那是要共富吗 不是共富吗 就是叫你只住的 一向他说楼没有投资的 就是自住 那这个是不是中央想做的事 虽然有房住不炒的说法 不炒而已 没有说不投资 那楼是一个很适宜投资的商品 那其实就很多人喜欢买楼收租的 那买楼收租 就是如果没有人买楼收租 何来有人租楼呢 那就是现在大陆也鼓励年青人 不用买字的 你租着才行 那也要有投资者去买了租给他才行 不可以说你叫人不要买楼收租 又叫那些租客去租楼 全部政府提供呢 没有可能的 明白 其实是的 因为我在内地拍了很多就是 介绍房地产 介绍楼馆的楼 其实你看到 开发商庭政府的关系 不是纯粹建楼的 很多一些建设 比如幼稚园学校 公园 图书馆 博物馆 体育场都是交给发展商来做的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想了发展商PK 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不对 就是如果真的发展商死了的话 其实很多基建的设施都没得起 因为政府没有钱 他靠这些发展商 我给你一块地 你在你卖的钱 但是同时要在很多公共设施 所以他的关系很密切 大陆那些地产发展 有些叫做坦业地产 他比如有些叫做老人地产 批快地给你 你要建这么多老人员出来的 有些叫做体育地产 你在那里给你建房子 你要建的体育场馆 甚至你要带回两队足球队 乒乓球队 要你出钱 要发展商出的 是的 香港现在你们搭地铁这么容易 也都相对便宜的 那么全靠地铁 拿些土地拿来 将开发权卖给发展商 那权卖又不收 不用说借到银行周身债来建地铁 世界各地的地铁都不便宜 只是给利息都比穷他 因为他没有拿地来做发展 就要借钱来建地铁 那么头那几年 那些人搭地铁全部都是拿来给息 明白 其实我就觉得现在大部分观众 对大陆的房地产非常悲观 我觉得有些悲观过头 而且不是很了解现在大陆的运作是怎么样 就是经常说功夫功夫 不是这么简单 不过施老板解释很清楚 很惯着你 现在是出现一集了 希望以后在温延南见面好不好 好 等我松动一点 才有机会再跟你谈 如果等着一个礼拜这样做 我现在工作 有些新的工作要我带 我也应该工作为重 我也还是在出粮 好 多谢你施老板 多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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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